鞍春食堂 主持 陳榮泰 蔡浩良 Hello 大家好 鞍春食堂今天第一集和大家見面 大家好 今天和泰哥第一集代替家權給大家一些新意 所以鞍春食堂今天專為女自己有更多 你看我們的打扮沒錯 我們回到童話世界 所以今天鞍春食堂多謝泰哥的朋友推介 我們伯哥自己有都曾經無名來過 我們都說好像見過一些相片 形容這裡來之後 我和泰哥那些緊張暴淚的性格甚至是修圍 今天應該都會有所提高 是不是?泰哥 當然了 你看到現在我前面說煙霧瀰漫 不是瀰漫 那種整個人完全 昨晚輸了一波的感覺都完全沒有了 即是今天又要努力過 先介紹我們中間我們今天的主角 很多謝他給我們時間認識 一個他們都幾年的新的 即是一個對我來說一個很新的設計 包括了這個飲茶香薰 然後還有這個 afternoon tea 之類的 究竟還有很多的公仔 獨角獸 童話的世界 怎樣把這麼多樣東西 一個 combination 放進去 好像一個 multimedia 在他的店鋪出現 我們多謝Cat Cat 你好 Hello 大家好 Cat 先向泰哥的朋友介紹 泰哥你一開始聽到這間店鋪 亦都在黃區那裡 在上環那裡 你的朋友怎樣推介這間 這個叫做什麼 Café 是的 我正式的名字 DK Cuppa Tea DK Cuppa Tea 究竟阿泰哥 當時你聽到是怎樣的 因為我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 我其實在Facebook看到 我們自己有去拍了 很漂亮 他還說終於來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難簿 還是怎樣 第二個反應 我就知道 我今天有一個任務 因為你知不知道 這裏最接近我們D100的店鋪 我們要想一個好地方 好地方 給我們的仕頭婆阿愛蓮 受完大班的氣之後 其實是我們手氣的 然後來這裏 聞香薰 舒服了 這裏近我們 近他做事的地方 而你說 我來之前 其實這裏 其實這裏 通常給我的感覺 吃這個Tea Set 都是一個漂亮的 這個更加漂亮 但是我來到的時候 我發覺 為什麼一間 簡單一點 我朋友給了地址 我立即給了地址 一上環開 還要在西港城 一個舊街市旁 上環新街市街19號 這個DK Company 如果大家搭地鐵 就B出口 我們就地鐵E2出口 上環D100專門店 所以你上來 走去西港城 那裏 進去新街市街 走多幾步 就會見到這間 很小型 以為是咖啡店 但其實是一間 很特別的 飲茶的地方 可以說 所以我們整個 第一個反應 就是來到 這個地方 好像和地區 很不適合 因為給我感覺 下午茶 當然要很放鬆 你這個商業區 這麼繁忙 平時會不會拍烏鷹 只有星期六日 其實平時都會有人來 其實任何時候都會 有些人都會想有一個 享有一個很棒的下午 那為何會選擇上環呢 首先我本身公司 我們做了22年 都是做康芬治療 四年前開始 我們就做這個 叫做餐飲治療的體驗 就開了這個DK Company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的客人都比較偏向 在港島區多些 還有香港的人 真的很大壓力 時間很少的 我只有兩小時而已 我就可以在公司旁邊走過來 就去了一個秘密花園 躲進來 好像去了外國兩小時 走出去三分鐘回到公司 你說不是很好呢 如果你要坐一個鐘頭車 才能去到 這件事又另一天世界 對 說真的 來喝下午茶 當然要先喝下午茶 但我現在面前的非一般的下午茶 Kat在拍攝之前 就示範了怎樣沖這杯茶 先看影片 Kat現在辛苦你 嘗嘗怎樣做一杯漂亮的花茶 給我看 首先你們吃茶之前 要抽一張卡 先選一張 好 你抽到這個 叫做Fairy Beauty 我們這個主題是熱花才做主題 我想問問你平時有沒有寫願望的習慣 都少一些 通常都是祝福愈多的寫願望 原來這個世界 少於5%的人會把他的想法寫下 寫下的人都相比成功 只要你把你的想法寫下 成功的機會率就比其他人高很多 這裡還有一個願望蝴蝶 那一會兒你就可以把你的想法寫下 然後Fairy Beauty就是說什麼 好像鮮字般美麗和抗衰老 你可以想想 很壞的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怎樣可以做到鮮字這麼漂亮 對你來說鮮字是怎樣的 然後抗衰老其實是說 怎樣練自己年輕 可能在心境上 身體上 不同的機能上面 都可以保持年輕 其實可能做運動或者不同的 其他事情都可以 由於你抽到這張卡 我們待會兒喝個茶 這個石盒花茶 我們就會選擇玫瑰味 我們就沖了這個玫瑰味的花茶出來 然後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看到前面這裡 這個很大陣醬 這個是有機正堂做的棉花糖 待會兒我們就會見到 有一杯落雨的茶 落雨之前 我們就需要選擇一個叫做花藥 這是由加拿大醫生做的花藥 它是透過增當尿花去調節人的情緒 那說完也不知道我說什麼 是啊 震當尿花 是嗎 震當尿花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害怕會震 很生氣的時候會震呢 我通常很生氣才會震 我怕不會被人看到 我經常打麻將 蔡先生看著我 我不會震的 生氣到震 害怕到震 也是我們有這種術語 其實原來醫生發現震盪頻率 就是說你這種震盪頻率 就是代表著你的身體的心理質素的變化 很多負面情緒都是來自這個震盪頻率的 而醫生研究植物的震盪頻率 是可以調節人的震盪頻率 而這種已經有100年歷史 不是新的 這是震盪療法 這是加拿大做的 這是加拿大做的 用洛基沙漠浸過一些植物 在泉水裡 然後透過日照拿去的震盪頻率 只是震盪頻率 然後就會拿走一些花 嚴格來說都是水 但這個水裡有這個頻率 然後就做了這個花療 又叫做花藥 我很喜歡這個加拿大醫生的思維 就是什麼呢 他改的名字很正 叫做Fascination 就叫做 傾成花藥 Fascination 就是令自己更加有吸引力 平日你當然是有病 所以要找醫生 對嗎 如果吃得這些自然療法的東西 通常我睡不到覺 我壓力很大 或者是有不同的因素 對 我來喝茶 為什麼要做 但是如果說Fascination 你再有吸引力一點 要不要 就算你多有吸引力 你再有吸引力一點 都OK 上升職 加薪 你說什麼人都聽 見到你都喜歡你 要不要 這個其實是 什麼人都對 我不需要承認自己有病 這是一個新的治療思維 因為我不需要你經過第一個門檻 就是認我自己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男士專用的Fascination 令到男士更有魅力 人機人愛 車見車載 粉紅色 這個是女士的Fascination 我們已經有很多成功例子 可能如果感情生活裡面 就整個事 升職加薪 甚至是 在很多場合裡面 別人看到你的焦點 是會站在你身上 令到你更加容易 去做到你想做的事 更加有魅力 所以 你可以選擇 這個男士的Fascination 即是真的有魅力 或者是一個叫動靈 一直保持著年輕 你自己選一個 其實魅力 我自己相信自己有 我當然是動靈 我這個年紀 難道前面那位哥哥 真的動靈嗎 好了 做的方法很簡單 你拿著它 你看著我做的下樓位 一二三四 拍四下 一二三四 拎開 好拎開 然後滴四滴 在你的茶上 一二三四 即是不要貪心 對 剛剛好了 那你要魅力 還是要動靈 我要魅力 我沒有 我拍四下 我這個可能刺刺 四滴就夠了 OK 動靈一下 他要這個 他要這個 Kat說的那麼像 你風中三次說 嘩 完全有紋路 不知道也當真 但他當然是真 你說的就是切蜜盡順 不要緊張 我看你很緊張 四滴多了 有肥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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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出 看出來 它不會溶 因為它可能 那種熱空氣 等著這個的時候 他就好像慢慢下乳 你為什麼想想 這種粉紅色的乳 我開始假裝浪漫 好嘗嘗 好嘗嘗 真的嗎 你看到 一絲絲 我看見嗎 大家看不見 Fantasy 喜悅眼淚 其實我看到前面的攝影師已經開始下雨了 跟這裡說是相影食趣的 不要緊 沒問題 現在冷靜不到情緒 看到一滴滴一滴滴 其實這個有個概念 一杯茶你有沒有試過去一間餐廳吃東西 你會看著它一段時間都不喝 你有沒有試過 有啊 你會不會這樣看著它不喝的 一段時間嘩 這樣也可以 那杯茶成千元 然後看著 我說怎樣都要喝三個小時才頂回 我相信來喝茶的人 限定都要喝兩三個小時 兩小時 一般來說就兩小時 如果後面沒有人就可以繼續坐 但如果我們全部都放了 就兩小時 你都有限定 因為它有一個治療的效果 其實這件事很治癒 對 其實男士很少吃東西 拿相機出來拍照 你其實沒有衝動 所以拿手機出來拍照 當然想我們整部攝影機拍照 因為我見過很多次 那些男士從來都不會拿手機出來拍食 但是他來到我們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都忍不住 都挺有趣的 讓我先拍給老婆看看 男士 男士 如果帶老婆來就不用了 有些時候他可能是來跟我聊天 我們有些meeting 他們都會可能試我這個 那我不是那些男士 我很心急喝的了 好了 現在我們喝茶了 那我吃了Kent 蓋完整支 原來他說就這樣放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真的用了 這些就是當糖那樣用的了 對 好像加糖那樣 這個是有機蔗糖做的棉花糖來的 過程其實很療癒的 當你看著它下雨 你可能又思索一下人生 有些不同的想法 剛才我都忍著拍了一張照 我先試喝茶 好 喝茶 這個是石合玫瑰 剛才因為我們花仙子抽到這個 石合玫瑰這張卡 我們就看到仙子般美麗和抗衰老 剛才你抽到這張卡之餘 我們就會聞著這個香味 這個就是石合玫瑰 相對的卡叫Ferry Beauty 裡面就有摩洛甲玫瑰 你可以加一滴進去 這個 這個就是香粉機 你看到了 有沒有煙出 現在掀開了 加一滴進去 不要貪心 一直夠 OK 好 然後呢 蔡先生也要抽一下 你們就把你們兩位的味道 混合進去那個機裡 現在我抽到玫瑰 你們抽到什麼 看一下石合玫瑰 哇 你們兩個一樣 有沒有這麼巧 你們兩個都要像仙子那麼漂亮 心底很好 是嗎 證明我和阿泰哥接近50歲的話 都要 都要 要機靈 要機靈 我們要光玫瑰 就說一樣 它的味道已經下了 那好了 不如玩一下這個Magic Card 這個是我自己設計的 為甚麼叫做 這幾多想頭 是 我很喜歡想 因為這些少女來到 我想都是兩個小時 要做很多事情的 其實是 是不是 應該挺好玩 我看你示範的時候 玩過一次的 但其實 這張願望卡 你好像是之後 有個地方放的 是嗎 在樓梯那裏有個願望牆 當你寫了你的想法 你想要的東西 你只會想想 可能下一分鐘 在你面前出現 是嗎 有甚麼好想想 就有 用在我讀出 你那個Magic Card 那個簡介 他說 這個Magic Card 就是 Cat 所創作的 每一張都有一個 詞語和相對的香薰油 會啟發你每一天的生活態度 每一天抽出一張 或者多張的魔法卡 嘗試出在魔法卡上面 啟發放入你的生活態度 會令你可以把握每一天的 就是令你身心的心靈 吸收有和諧的氣息 其實我 每天都要抽 其實如果我們的粉絲 就會有整套 為什麼每一個TZ 會有五個自己的味道 我現在 其實在四年裏面 就出了16個主題 我總共出了35款香薰油 所以 只要 譬如有些人喜歡香薰油 我不知道今天用什麼味道 你就自己 回去抽一張 譬如我今天抽到這個 我抽到玫瑰草 是Transform的 我就想一下 今天是不是有些東西 什麼Transform 看到蝴蝶有什麼想法 蝴蝶的前身是什麼 蟲 蟲 蟲是要經過一個Transformation 就是一個轉化才會變成蝴蝶 但是一條蟲 一定會找一個安全的地方結核 要不然 它未變成蝴蝶之前 已經被其他鳥子擔走 所以我們當人生有轉變的時候 可能第一點要找的就是安全感 大樹遮蔭 當我們有安全感 我們就可以很流暢 認識一個新的自己 因為一條蟲和蝴蝶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這個完全是塔羅牌 好似塔羅牌 但其實不是塔羅牌 這幾個字和這個香味 是真正的關係 不是作出來的 每一種香氛都有它的療效 有它的不同功能 在我們心理和生理上面 所以這個是真實反映 玫瑰草有這個功能 概念就是這樣 玫瑰茶真的很玫瑰 是不是很棒 很棒 這個送給你 我先多謝 我這些完全是騙女生用的 其實你用來和自己溝通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是嗎 完全被人偷 想一下自己的問題 然後在卡卡抽一張出來 然後看看它的啟示 是的 你自己人心的對號入了 或者我才 你給我抽一張 你拿一張 我覺得就是好像 我來幫人家一個治療都幾好 治癒都幾好 就是跟著自己準備一些花茶給你 因為我們在這100個工作壓力都很大 尤其是面對這個大魔頭 現在我心裏 腦海裡想著它那個 蔡殘港 那個容貌 這樣 這個都是事實 因為它要求高 但是要求高不代表我一定做到 做不到 唯有給自己有壓力 現在我想起那個問題就是 阿大 我抽一個 好 好 看你抽到什麼 大家看看 黑玫瑰 咦 Tonic 香味就是綠薄河 有吃過綠箭的香味 即是它叫你要集中精神 還有自信一點 看到嗎 抽到自發都是要丙 是的 集中精神 還有要自信一點 你就做到 我問你為什麼不進來 為什麼不進來 這個 有限 這個 哇 可以啊 這些東西可以 跟同事玩 然後你就鼓勵自己 然後喝一口茶 然後就聞一下香薰 然後在那裡逗留 即是如果吃午飯時 因為這裡就由十一點到幾點 十一點半至八點半 我們下午六點半 所以如果他們 譬如這個中上環 在這裡只有一個 一小時吃午飯時間 剛剛可能吃飯之前 有一個很大的 壓力 這樣來這裡 可能一個小時的舒緩 這樣 都OK的 其實都很變 其實我一進來 我們現在這樣坐在這裡 喝完一杯茶 我突然覺得一個人輕了 還有很童真地 帶著一些獨角獸 其實獨角獸好像有故事 獨角獸其實是一隻神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現在有些卡通片 今年其實很流行獨角獸 卡通片裏面 你會見到獨角獸 永遠和小蚊仔一起玩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些小孩矮 你也有道理 你也有道理 近一點 你找個肥男 騎上去獨角獸 輸贏嗎 還有 是不是比較童真 因為獨角獸 在傳說裏面 只是跟純真純潔的人玩 只有小朋友才純潔 其實人大了 很難完整的純潔 其實我想起純潔 你現在變成獨角獸 就純潔了 小朋友 還有何利活 有間電影公司 TriStar 好像都是獨角獸 加過金髮美女 所以都是小朋友和美女 很少有男性 其實美女都難一點 理論上 因為美女可能是很年輕 因為重點是 他要是很純潔很純真的 然後他才會和他玩 但是獨角獸的角 其實有治癒作用 有什麼用 你知道嗎 都是用來保護小朋友 刺死壞人 可能是集中要害刺下去 那些壞人的要害 多數都是 如果要破金鐘罩 應該都是 那幾個位置 就是一下刺下去 刺死是怎樣 其實這隻角 是能解百毒的 所以這隻角是很值錢的 貪心的人類 即成人就會對這隻角 有很大的慾望 所以獨角獸 只會在小朋友面前出現 小朋友不會有這個貪念 而這個大人就透過這個小朋友的關係 去引誘這隻獨角獸出來 然後就割了他的腳出來 那是悲劇 獨角獸從此就犧牲了 KD就保護了很多隻獨角獸 但你知不知道 其實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是衍生什麼 在宗教裏面 原來在基督教裏面 都有提過獨角獸 如果你去教堂 其實有時候會見到有壁畫 有獨角獸 而他形容獨角獸 就被譽為耶穌 因為他都是被人出賣 然後拯救世人 不是很厲害嗎 繼續被人騎 是嗎 我這個就是 攬住了耶穌 是嗎 其實人的心 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你為人犧牲了 其實你是幫了很多人 在這裏面 其實找回我們真正內心裏面 純真的一個部份 其實很多事情 你想一下 改變一下思維 其實你可以做的事情 是和你現在做的不一樣 我們在整個設計的概念裏面 就透過不同的一些 icon 例如獨角獸 旋轉木馬 或者花仙子 這些 帶出一些故事背後 其實是有一些特定的意義 所以每一個TZ 設計裏面 都會將這個意義 帶出來 回到現實世界裏面 我們看到 我們眼前的TZ 可能是一個平平無奇的牛角包 就好像被你 是一個最佳的設計師 其實有什麼特別 好像這個牛角包 我們的用料 就是一個法國來的牛角包 我們來到香港才要焗熟它 上面有一隻很漂亮的蝴蝶 是一隻威化做的 法國來的威化蝴蝶 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還有這個chatter cheese 還有這個沙拉米 大家都知道 什麼牛角包 什麼沙拉米 什麼叫沙拉米 但這個presentation 在你面前看的時候 是不是賞心願望很多 亦都配合花仙子的主題 花仙子就是寄予人希望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迪士尼的片 所有的片頭 都會有一個Tinkerbell 走出來 然後找一支神仙棒一點 然後城堡就著燈了 那個都是仙子 其實仙子是蝴蝶翼 你看到不會是天使翼 因為是仙子 它就是寄予人希望 而我這個Tinkerbell 就叫做花仙之軟 就是給大家一種希望願望的感覺 和我將來做的一個慈善活動 都是掛勾的 都是由這裏衍生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整個presentation 都會和蝴蝶有關係 因為仙子是蝴蝶翼的 仙子又給了一些希望 你又看到這麼漂亮 你是不是都很有希望 立即有希望帶美女來吃 那我先試一下這個 沒有味的 但它是可以吃的 這個威化蝴蝶 這個真的難 阿泰哥現在試吃是沒有味的 不知道他一會兒怎樣去形容這件事 這個真的高 因為Cat已經講明 那件事是沒有味的 通常我不會好像 如果它能用出來 這個真的 我想所有的飲食節目都接了 不是 問題是其實它可以一個沒有味的 但是吃東西不是純粹是味道 它要給你一個視覺效果 你看看前面的人 每個人都開心到這樣 其實還有它不是真的沒有味的 因為它有些紫的味道 紫 紫 你感覺好像在吃一張紫 但它不是一張紫 紫 幫它抽一張紫 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一樣沒有味的東西 但它就拿去試吃 其實是它自己拿來的 但是現在處於困境 我抽這張紫 好 看看困境是甚麼 transform 所以我轉了 所以我轉了吃牛角包 這牛角包 還不是要很安全地轉去第二個主題 很smooth 是 來到法國 是麵粉 法國做 來到 你才焗熟 是的 它是生的 是 來到香港才焗熟的 好吃 是 阿謙 不好意思 不讓你煮 基本上 等我吃完這裏之後 一會兒中間的食物 我才給你試 是好吃的 我們要所有的兄弟們照顧到 而給我的感覺就是 一般牛角包 要是很硬 但這個 它應該是搓了很多層麵粉 就是吃東西 要說吃東西 搓了很多層麵粉 所以咬下去是很鬆的 基本上是OK的 有些時間的關係 我當然是吃東西的時候 我當然是爭取這一刻吃東西 吃完東西回來再談